来了,我又发现了一个雪糕吃的,先尝一口 哎呀,白桃味的,好漂亮啊 老样子,拿出咱们的爆米花 点开倒进去 来今天挑战的这个是 这是啥 小人雪糕 小美女雪糕 这个油怎么这么难挤下去呢 屋里的空调开得太大了 油都结在一块 开火 老样子,咱们先让 雪糕,融化一下 看看这个雪糕化得快不快 加快速度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是这好的雪糕,融化的都特别慢了 只是贵的雪糕 咱就不说好与不好啊 咱就说贵的雪糕,雪糕很贵的啊 来,我们使劲队一队 让它化得更快一点 哎,这个化完 感觉水分挺多的 哎,挺难化的啊 其实 来,先化咱们油吧 咱的油也挺难化 好,三会儿肉了 咱们就搅拌了啊 搅拌均匀 受热均匀啊 哇塞,冰淇淋的 这是粉色冰淇淋爆米花啊 哎,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咱再也回复到 小的时候吃五毛钱 一根雪糕的时候了 不对,现在还有五毛钱一个 现在你们身边 就是家里附近的小麦布 还有五毛钱的雪糕吗 你们现在还吃过什么样的 五毛钱雪糕 小布丁 老冰棍 还有,还有什么呢 五毛钱的雪糕 哎,你们去吃过 小的时候有一个火炬 火炬弹筒吗 那个五毛钱的 巨好吃 然后外皮是脆脆的 哇塞,里面是浓浓的 就是外面有一层草莓 里面是浓浓的冰淇淋 然后外,然后上面的蛋桶 是那种脆脆的 哇塞,超好吃啊 你看爆米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味道 然后雪糕呢 但是雪糕已经长大 升级了 不是小,小时候的那个价格了 那爆米花还是啊 还是很便宜啊 哇,白桃味出来了 浓浓的白桃味出来了 我感觉这次可能要翻车 有一点点变 糊了呢 感觉 但是爆开了 爆开了就给它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轻轻地晃晃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来,我们再轻轻地晃晃 晃锅均匀,反正硕热均匀 爆米花爆得才好 其实爆爆米花就记住一个要点 晃锅 跟搅拌是一个道理啊 也要搅拌,也要晃锅的 来,关火 这是我觉得失败 正常来说是可以爆一锅的 但是咱们就爆了半锅 非常的失败 但是没关系啊,现在说咱失败了 咱把爆开了都吃了 来,打开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样咱们就给它,等它放凉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